周末 张先生很好 奴才去的时候 他正批揽奏章呢 不是说张先生的病情 越来越厉害了吗 张先生说了 多谢皇上关照 太医院的郎中尽心尽力 药方用得好 大板 我看你也累了 回去休息吧 是 来人 老子爷 还打牌了 张经呢 回寺里间执王去了 去 把他给我喊来 你是何人 我是这儿的主人 主人 我怎么没见过你 皇上有令 一切贤杂人员不得进入张府 你还是请离开吧 等等 夫人 您怎么来了 是啊 我听说老爷病了 特地从荆州赶来 这是守府大人的夫人 谁都不得入内 这是皇上的旨意 你个小小士兵 竟敢阻挡夫人 你大胆 是我 他没见过 你 我宰了你 我宰了我宰了你 我宰了你 我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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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快躺下 快躺下 快躺下 您都病成这样了 他们怎么还让您看奏章啊 没办法啊 这内阁还有其他的复制 为什么在骤章 都要推给您一个人看 他们打太极拳 推来推去 还是推到我这儿 他们这是诚心 哪宁好看 说这些了 家里怎么样 老母亲还好吧 家里都好 母亲也好 他老人家一口气 你还能走二三里地呢 这不是 他听说您病了 一个劲儿催我来京城 那一大家子人 苦了你了 你我都那么多年的福气了 不用这么客气 去吃看 有些了 倒得吟 那不胸子 他说几天 他把这儿都认为了 说得有毒 それ就是 那被人吃了 呢 多热 我儿子 只是大袁 有来 你可以做什么 冤枉吧 来 王爷 快喝吧 万岁爷 请用茶 又烫死朕呢 万岁爷 进入 下去 小爷 小爷 你说皇上是怎么了 怎么又无缘无故 发这么大皮疙瘩 刚刚叫他排局 他生气 要说也是 万岁大白可真够赖 耍赖他了 算了 皮疙瘩什么的 张伯伯 皇上正找您呢 您好 你怎么还要 说这个 看我 这对 我说 你已经是 这对 我说 我说 你这对 我说 你这对 我说 找方子抓药的 你说张先生的病 是中焦阻塞 泪火太旺 这不是奴才这么说 是人太医这么说的 这种病 应该是泄火的药才对 是啊 可咱们太医给他开的 都是补药 照说这补药吃下去 就好比火上焦油 张先生的病情 应当加重才对 难道 不过 张先生找外边的郎中看病了 没有 绝对没有 奴才照您的吩咐 派了锦衣卫的军士 在张府大门上守着 连只蚂蚁他都飞不进去 你上次说 张先生得的是不治之症 太医是这么说的 他这病是怎么落下的 太医说是多年辛苦 积劳成疾 有什么方法 那能让内果更重 内果更重 有一种海狗肾 有这个疗效 海狗肾要是吃多了 好人他都烦躁 不安 好 明日以朕的名义 再给张先生送十斤海狗肾 是 十斤 你亲自去 仗着他吃 哎 哎 奴才明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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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若似某凡 也似乏在身上 请上首辅信物 钱大人 你手上的折扇 可是首辅张先生所用之物 这是 如此甚好 这次大后 老人重奏 此次再来 张先生 张先生 皇上 皇上命奴才来传旨了 张先生 您 您不必起来 皇上这是口谕 您躺着听就行 躺下 皇上 听说张先生病情未见好转 问了太医 道你是多年的辛苦 积劳成疾且身体虚弱 一尽补药便赐你文银一百两 高丽老山身五金 海狗肾十金 望先生尽快服用 以求早日康复 回内阁处置国事 臣养和慎恩 身蒙皇上眷顾 感激不激 张先生 皇上赐的这些药呢 我把它交给太医 他会每日按时让您服用 多谢张光光 那我告辞了 老爷 您快躺下吧 您贴她 您保护是症 这病呢 按理属虚火上升 应当服用降火的药材 对呀 可皇上上赐给您的 却是海狗肾和高丽参 这些均是热性的药物啊 您不觉得这里面有蹊跷吗 太医开的药 当不会有错 你去把他们煎了吧 我得喝 那去吧 观音菩萨 求你保佑张先生 度过难关 早日康复 红萨 盈儿 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太后娘娘 冯公公来了 知道了 太后娘娘 张先生的病怎么样了 一点不见起色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我听说皇上下旨 命所有太医 在张先生家职守 随时诊断 是的 我还听说 太医开的汤头 皇上全部要亲自过目 这也是真的 皇上如此关心 张先生的病仍不见好转 莫非这是天意 太后娘娘 张先生有个请求 让奴才向您转达 什么请求 张先生想让太后说服皇上 除了太医 京城的各大名医 都可以给他治疗 辩求名医 以求疗孝 这也是对的 皇上难道不同意 皇上下旨 除了太医 任何郎中都不许给张先生看病 这事倒奇怪了 走 好 我这儿就去问问皇上 是 城中百姓无不欢呼鼓舞 雀跃奔走相告 赶我皇朝天恩浩荡 山乎万岁万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母后 你出去啊 你出去啊 君儿 张先生的病 你还得多加关心才是 母后 张先生的病 皇上可是天天过问 这我知道 可张先生吃了太医给的药 一直不见好转 你为何不让京城明医为他治病呢 母后 这是谁告诉您的 你并管是谁告诉我的 你只说 这是不是你的旨意 视而下的旨意 为何下这样的旨意 国内最好的郎中才有资格当太医 父皇当年患病不也是只能吃太医开的汤头吗 那孟冲给父皇找了个王酒司 结果是个妖道 不但耽误了父皇的病情 还让父皇担上了天大的罪名 这么大的教训 难道不值得吸取吗 这就是你不让京城明医 为张先生治病的理由 是的 君儿 太医院的郎中 虽说是国内最好的郎中 但未必能将天下的明医 全部收罗进去 张先生既然想找别的郎中 你又何必不答应他呢 张先生找到您了 不 没有 皇儿知道 肯定是冯公公传的信 这么说 张先生他是不相信朕了 我看张先生不是这个意思 那他是什么意思 母后 你今天来为张先生说情 难道你也不相信皇儿了 君儿 你怎么能这样对娘讲话 母后 皇儿已经长大了 完全有能力操持国政 您再也不用像当年那样 适世为而操心 您也该想想轻浮了 你们来帮我呗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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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爷 蓉大爷 李大爷 盈 子 南 罗 人 말 子 了 arle aux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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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走去 干嘛 快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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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走开 走开 走开 你给我走 走开 哪里啊 你还要 别拉我 别跑 快 别跑 还敢踩 老公 老爷 出人命了 老爷 出人命了 什么人啊你 非想找个官来做主 没想到是个没跟的男人 放肆 大胆地救命 你 你 你干吗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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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干吗 干吗 你 干吗 干吗 你过来 你看她 你出人命了 你管不管 管管管管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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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一个拜见 我管不了这斗殴的事情啊 既然你们受了天大的冤枉 我建议您去找一个人 谁 谁 谁 当今的首府 张居正 首府 那么大的官 我们哪能找到他 找得到 找得到 你们呢 去沙茂胡同 江居正 驻沙茂胡同 这会儿整在家 好 你既然如此说 咱们再解放你一马 弟兄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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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茂胡同 沙茂胡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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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公公 你受惊了 你们怎么才来 快 把那些叫化的都给我抓起来 快 给我抓起来 夫人 首府大人 这汤药里边加了上次皇上赏赐的 高丽森和海狗肾 请首府大人服用 老爷 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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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气 有气啊 什么事情 没什么事 一定有事瞒着我 快请啊 老爷 昨天来了几十个叫化子 非要闹着见您 守城军事轰都轰不走 现在在门外跪着呢 他们为什么要见我 听说为了要饭 闹出人命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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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跟守职兵士们交涉 让他们把叫化子们劝走啊 快去吧 让他们进来 老爷 还是我自己出去 你不能去 老爷 你不能去 老爷 你不能去 老爷 来人 快来人 更衣 给老爷更衣 来 首府大人 来开工大家 父亲 老爷 师母 父亲 能不能去 人呢 所以呢 老爷 老师 你有什么事情 要对我说实话 守抚大人 你要替咱们做主啊 守抚大人 你要替咱们做主啊 我们冤枉啊 替我们做主啊 万岁人 大半 听说天香楼前叫花子到鸥 闹出了人命 是的 死的是兵士还是叫花子 死了一个兵士是一个少长 还有两个叫花子 一个中年汉子是打架当中打死的 还有一个老头是慌乱之中踩死的 叫花子哄抢店铺 那就不是叫花子了 应该叫强盗 大半 你说是不是 皇上所言极是 小鬼造反 乌龟翻弹 虽然成不了事 但终究叫人腻来 这事着刑部处置 一定要严惩肇事着 是 奴才这就派人去刑部传旨 大半 奴才在 不知道张先生的病情 调理得怎么样啊 几个月了 病情一直不见好转 听说这些时候越发严重了 不但大便带血 连肠子都掉出了一截 整日流血不止 万岁爷 哪一致 就没看下来 再刑部传旨 要留他 给殷下来 我们的权权 然后走他 简直走他 不不不得了 真这个造型 严重变尚 一头 但是我差一点 万岁爷 您对张先生的鲤鱼 真是我大明王朝的福气啊 福气 你们说的 都是实话 小的讲的句句是真啊 太平盛世 竟发生这等事情 首府大人 要为小民做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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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们把我抬进紫禁城 老爷 你要干什么 我要进见皇上 老爷 老爷 你病成这样不能见皇上 是啊 不能见皇上 老爷 你们一定要把我抬进紫禁城 老爷 你不能去 老爷 老爷 你们不抬我 我自己爬着去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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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又医 好 快 快老爷回去 老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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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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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亲自监督着太医给他吃下了海狗肾 又在他的汤药里加大了补药 效果如何 已经是极度的虚弱 大部分时间是昏迷着 依奴才看吧 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了 好 万岁爷 好 万岁爷 首府张先生紧急求见 什么 张先生求见 是 他在哪儿 在汇集盟门口等着呢 他都病好了 没有 是坐在担架上 快请 到平台 不 平台太远了 恐怕张先生走不动 就到这文化店 是 万岁爷 奴才我真的是亲自看着他吃 大烂的奴才 竟然敢抗朕 你说张俊胜快死了 他就 他就坐着担架来看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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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臣今日进宫 是有重要事提要向皇上秉奏 先生有何事要奏啊 发生在天乡楼前的事 皇上知道了吧 冯公公一大早就秉奏过了 朕已经下旨 不认为皇上 将带头滋事的教花子 统统抓起来严加惩处 现三日之内 将所有教花子逐出京城 一个都不能漏网 皇上 臣报病进宫 就是怕你这么处置 原府 朕这样处置 难道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不是不妥 是错 是错 对这些教花子严加贪压 势必激其民变 有这么严重吗 张先生 您病得这么重 何必您 皇上 今天上午 臣接见了那些教花子 才了解到一些实情 自万里八年齐 大明府一直干旱 是有八九的田地收成微薄 甚至颗粒无收 可是官府全然不顾及百姓 受灾的实情 催交付税一如往日 交不出天赋就集拿所人 农户抗不过官府啊 所以只好背敬礼下 一件事 不许多听话 这些人 应该说得很高 是不许多 我会想不许多 那些人 一切都不许多 我会想不许多 要是 这些人 兴障天母 推行一条编法 其一是为朝廷理财 今儿是诚意豪奖 保护小民 张先生说得是 可是朝廷征税 只要不是额外加征 倒也没错到哪儿去 张公此言差矣 农户极无隔夜之粮 那官吏凭什么 还要垂脚扶税啊 这不争怎么办呢 那朝廷额有所定啊 额有所定不假 可是碰上了天灾人祸 地方官吏就该如实地 向朝廷禀奏 请求减免扶税嘛 张先生所言极是啊 这两年来 从未见过大明府的官员 有奏本上来 奏明哉清 这就是政界所在啊 底下的百姓见不到恍然 地方官吏 催交覆水如狼似虎 他们就会以为 这是朝廷的主战 谷人家官逼民返 载舟之水也可福舟 这个道理 皇上要三思啊 先生 那么这件事情 现在该怎么处置呢 皇上 皇上 前往不要驱赶他们 在城里 多设几处周查 让他们的情绪安定下来 同时 皇上 张榜告示 劫免紧急受灾属服 两年的赋水 已经强行征收的 一律退回 另外 紧急斥于虎部 调云铜周藏 储存的草粮 劫网以上受灾嘱服 就爱原府说的办 朕立刻下旨 皇上 还 有 我 还 老爷 原府 大爷 原府 太医 太医 林老师 老爷 老爷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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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醒醒 需要救治 快 抬走 抬走 快点 快快快 太后 您看 等等 了 以后 必须 以后 阿高 对 人 意会 宝贝 yuan 弄 оже 不 fixed 不 由本人以为爱人生 听说呀 守府大人为了咱们这些教花子 到皇宫里去见皇上 昏倒在文华殿里了 我们祈求老天爷 保佑咱们的守府大人吧 是啊是啊是啊 咱们一起下跪 祈求老天爷 保佑咱们的守府大人吧 好 老天爷 皇上 你保佑守府大人吧 老爷 大内张公公来访 哪个张公公啊 丙比太监 张金 快 更衣 是 不知张公来访有失远迎 我是从守府大人家里出来 顺便到您这儿坐坐 请 张公营业造访 必有要事了 丰盘公 原府的病情您知道了吧 散班以后我去看过他 守府已经不省人事了 我让京都各大衙门日夜留人直视 一方不渝 哎 连皇上 都在准备守府的后事啊 皇上是如何安排的 丰盘公 想不想揭守府之职啊 这事能由我想吗 得猜透皇上的心思 要够成家片粉 étaient非常是 等着你 若你回事要 accomplish 董祖父 圆弗那边怎么样了 奴才这回真打听清楚了 已是谜留之计 全靠 척汤养着才没断气 元府这一走 我就可以单独处理国事了 奴才 恭喜万岁爷 不要得意忘形 对对 万岁爷 是周佑 你怎么过来了 太后娘娘请您过去 朕知道了 君儿 今儿找你来 是有件事要问你 不知母后要问何事 皇后住在昆宁宫里 你有多久没去了 这个 大概有三天吧 三天 恐怕三个三天都不止吧 小两口成婚三年多了 为娘的想抱个孙子都抱不着 我就不明白了 你那正宫皇后有什么不好的 你偏要耍性子 不肯和她亲了 皇后性情太冷 就你这副样子 她想热都热不起来啊 你跟娘说实话 是不是另外有想好的了 没有 真 真的没有 没有 一看你的脸 都红得跟个灯笼似的了 你快告诉我 是不是瞧上谁了 瞧 在娘面前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 母后 儿 儿实在是没有想好的 你既然不肯招任 那我只能把人替你叫来了 这 进来 你不会说不认识吧 认识 瞧你那副样子 烂在锅里的不吃 偏要满世界地寻野生 母后 儿只是一时糊涂 求您不要发儿 你看看盈儿 她有什么变化 真 儿 儿瞧不出盈儿的变化来 你真的看不出来 盈儿 盈儿好像胖些了 比过去更好看了 小糊涂 你是在看还是在猜呀 既然你要跟娘打马虎眼 那娘就挑明了告诉你 盈儿她怀孕了 盈儿 你说 你怀的是谁的孩子 是皇上的 这不可能 我就一次 一次就有信 这说明你们俩有缘分 盈儿 你先出去吧 是 你不用这么失魂落魄的 这件事情 娘并不责怪你 那 等盈儿的孩子生下来 如果是个男孩 就封他为太子 你想想 该给盈儿一个什么名分 母后的意思是 册封盈儿为妃子 你说呢 可 可 可盈儿是宫女出身 宫女怎么了 你别忘了 娘怀你的时候也是一名宫女 今天你贵为九五至尊 可是娘出身凭剑 你也是凭剑女儿的后代 坐吧 你别忘了 我得知 你让太医们给张先生监制的药 根本就治不了他的病 反而加速了病情的恶化 所以 你不让张先生去外边找郎中医治 你敢说这件事你不知道 儿知道 这么说你是要治张先生于死地 为什么 儿想单独秉证 不想依赖他人 可只要有他在 儿的主张就始终得不到贯彻 可张先生辅佐你这十年 天下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这是大明王朝最兴旺的十年 你却恩将仇报 对张先生下此毒手 这一点不假 张先生的确治国有功 不过那是以前 就现在看 他已经掌控了朝政大权 凌下于儿之上 儿认为 而认为他始终把儿 这个做皇帝的当成了傀儡 若留着他 日后必成大患 我看大明王朝 必将毁在你的手里 启禀太后 启禀皇上 张先生 张先生要走了 儿子 我儿子 你以后 我ahma telling你 宫中 行 儿就找母后的椅子去办 老爷 老爷 姝大 姝大兄 醒醒 各位大臣 赶紧的 来 准备上皇上亲自来看张先生了 叩见皇上 老爷 老爷 皇上看您来了 老爷 元父 朕看您来了 皇上 朕连累你了 先生何出此言 朕 先生为国鞠躬尽瘁 成为大臣的楷模 臣 自知病入高荒 恐怕不久已认识了 不难得再为皇上 小圈马之劳 美念及此 臣 臣心疼 先生您安心养病 其他不要多想 臣有话要做 先生请讲 臣受贤弟嘱托 福祖皇上 开窗万里心症 先生 您推行万里心症 功不可没 万里心症 万里心症这功 在皇上 皇上 臣死以后 你 一定要毒病乾坤 把万里心症 继续推行下去 老师 为其如此 社稷才有救 百姓才有福 皇上 皇上 你能答应臣的这个请求吗 朕答应你 感谢 朕答应 优优独播剧